长期吃素,对身体是好是坏,这样吃素的人,就是在吃自己的命。 再不知道就晚了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作品持续更新中。 日常生活中,饮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,俗话说得好,秘食为天,但是很多疾病,像是高血压,高血脂,高血糖等等,都跟肥胖有关。 这个时候,很多朋友就开始摒弃吃肉的观念,开始长期吃素,甚至在网上也开始流传各种吃素长寿或是养生的说法。 那么,长期吃素对身体有什么影响? 经常吃素的人,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。 长期吃素对身体是好是坏。 长期吃素的人群通常都会有营养不良的症状,这是因为长期的吃素主义者, 他们食用的食物里是缺乏蛋白质等物质含量的。 而蛋白质等物质偏偏又是身体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。 比如,如果你希望自己每天保持良好的状态和精力去面对工作和生活, 这个时候,蛋白质和脂肪绝对能为你提供足够的能量。 但是,吃素的人因为长期的拒绝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, 就会使人的状态变得很差。 同时,长期吃素的人,胃酸的分泌和消化系统的运转也会减慢。 会大大降低对食物的兴趣,就间接地导致了营养不良。 长期吃素的人在调查中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生育问题。 这是因为长期的吃素造成了体内的内分泌紊乱,也就影响了生育能力。 所以,在这里也建议想要怀孕生宝宝的女性朋友,千万不要为了身材一味的吃素了。 这样长期吃素也是会引起不孕的。 长期吃素对皮肤的伤害也是很明显的。 长期吃素的人因为缺乏脂肪的摄入量,导致了细胞缺乏足够的活力,因此皮肤就缺乏了弹性,老得快。 长期吃素的人可能会让衰老提前到来。 这是有长期摄入素时,导致体内摄入的脂肪量有所下降。 一旦脂肪缺失,那么皮肤就无法获得油脂的滋润,皮肤慢慢地就会失去弹性, 甚至可能会因为缺乏一定的油脂,导致衰老的速度加快,甚至会引起一些皱纹的出现。 长期吃素的人很容易会面临贫血问题。 而我们的身体只有保持充足的气血,让血液处于充盈的状态下,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。 而一旦气血不足,或是血液供给不足,那么就会导致贫血问题出现。 身体内的造血能力会有所下降,气血经常处于虚弱的状态。 后期甚至由于长期吃素,导致身体抵抗力以及免疫力下降。 这一切都是由于素类食物中所含有的蛋白质并不是很多, 而身体缺乏足够的蛋白质就很容易导致免疫力下降,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一些疾病趁虚而入。 如果你长期吃素,那么就会导致身体无法获取胆固醇,蛋白质以及脂肪等物质。 而这样就会很容易导致胆质处于过度缺乏的状态,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慢慢出现一些小石子。 也就是结石问题,而这些结石可能会出现在脏腑当中,倘若你失利轻轻进行按压,会感觉到疼痛感。 如何健康吃素呢?坚持这四个原则。 原则一,多吃粗粮,不喜欢吃肉的吃素人群,应该要用全麦食品去代替米饭之类的食品,增加胃部的活力,多吃粗粮,可以降血压血脂,粗杂粮还能够预防中风,杂粮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,可以降低血压血脂,普通食物转化成葡萄糖,进入人体内,血糖指数会很快升高,随之很快的下降。 而杂粮被摄入后,血糖指数相对比较平稳,这对于对糖尿病人等控制血糖有好处,血糖得到控制后也有利于血脂的代谢,多吃粗粮,可以排毒养盐,五股杂粮中含有大量植物纤维,是一种不能被消化的纤维,如果食物中出现缺少植物纤维,残渣减少,容易导致便秘,随后出现代谢紊乱,面色暗沉等表现。 而五股杂粮中的植物纤维,促进食物残渣或毒素在肠道内运行,促进肠道蠕动,可以帮助体内排出垃圾,从而起到养颜排毒的作用。 原则二,多吃豆类,如果只喜欢吃素,那么就应该多吃一些豆类食品,去补充食物里面的蛋白质,增加身体的抵抗力,豆子是地里长出来的肉,这是因为豆类的蛋白质含量最高,可达到40%左右, 而且豆类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,很接近人体的需求,其营养价值并不比肉类低,甚至可以替代肉类蛋白质,是膳食中蛋白质的良好来源。 另外,豆类蛋白质中富含骨物类食物缺乏的蓝氨酸,所以与骨类搭配食用,可通过蛋白质互补,从而大大提高膳食中蛋白质的利用和吸收。 每日饮食中增加一份豆类食物,可使坏胆固醇水平降低25%。 进而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,这是因为豆类中含有一种重要的营养素,卵磷汁,它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,防止脂肪沉积在血管壁,从而起到软化血管,降低血脂的作用。 另外,豆类中还含有大量植物纤维,它们可以抑制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,还可与肠道内的胆酸盐结合并排出体外,减少胆酸盐在体内积存, 有利于胆固醇转变为胆酸和胆质酸排出体外。 除此之外,豆类中还含有较多植物灾醇,也具有降低胆固醇的功效,所以,常吃豆类能够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胆固醇水平, 从而起到减少心血管病的风险。 原则三,多吃坚果,坚果能够帮助人体补充足够的热量,是吃素人群的最佳选择。 吃坚果对人体有哪些好处呢? 一,坚果中含有多种不饱和的脂肪酸,可以分解胆固醇,防止不利脂肪的堆积,有利于心脏的健康,可以用来保护心脏。 二,坚果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脂肪酸酸,可以保护心血管。 三,坚果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,可以促进消化分解糖分,预防高血糖和糖尿病等疾病,还可以增加人体的饱腹感,避免进食太多。 四,坚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,可以促进血液循环,防止一些杂质在血管内的堆积,引发动脉硬化,心肌梗塞的发生。 五,坚果中含有一种醇物质,可以控制胆固醇的含量,如果有胆固醇的问题,可以适量地进食一些坚果。 六,坚果中含有一种精胺酸,可以提高心脏细胞的活性,使血管流通,防止血液凝快,坚果里面虽然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,但是如果过多地吃的话,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,甚至危害人体。 原则四,补充维生素,吃素人群一般总以为自己吃素应该能够补充很多的维生素。 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,长期吃素身体内部的维生素必是非常的缺乏,因此建议多吃一些综合性的维生素来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。 维生素虽好,但是不能过量,补充维生素也要讲究方法。 如果饮食均衡,比如五股杂粮全吃,肉蛋奶制品样样充足,同时没有节食,没有壁骨,没有进行稀奇古怪的养生进餐的健康成年人,没有必要额外补充负荷维生素。 如果某类物质摄入不足,比如杂粮吃得少,那么补充点壁足维生素,内脏和鱼类不爱吃。 补充点维生素,所在地区光照不足,或者雾霾期间户外活动少,那么维生素D就要列在清单上,这些都是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必要的。 如果你在节食减肥,那么建议补充负荷维生素,因为见多了女孩子减肥减到牙齿出血,皮肤脱卸,以及满脸长痘的,对于特殊人群,比如胃肠功能不好,神经功能障碍,进食功能受限的人群,需要有针对性地补充一些维生素,真的不需要把负荷维生素当成必须维他命。 对于健康的人来说,多吃点水果,蔬菜,不但能够补充维生素,部分微量元素,还能补充膳食纤维,最重要的是,人类的口腹之欲也是需要满足的。 大家一定要杜绝盲目跟风补充营养素,许多补剂吃多,吃错,反而会对健康不利。 对健康人群来说,日常饮食基本能够满足需要,以下维生素过量补充,尤其对健康不利。 一,维生素A通过膳食正常摄入不会发生过量,若大量摄入肝脏,鱼肝油或维生素A补充剂,可能导致骨骼生长异常,甚至骨质疏松,还可能造成肝脏损害。 二,过量补充维生素C,如每天5克以上,可能导致恶心,腹泻,对肾功能障碍者,痛风患者和肾结石高风险人群来说,摄入过多维生素C可能增加肾结石危险。 同时,大量维生素C还可能降低抗凝剂的作用,实体吸收过量,反而促进体内形成自由基。 三,维生素D是最容易补充过多的一种,如果摄入过多鱼肝油或维生素D补充剂,可引起中毒,出现血盖过多,促进肾结石,血管硬化等。 四,维生素E毒性小,大量摄入可引起凝血功能障碍,肝脏脂肪续肌和免疫系统功能下降。 大家要保证营养,因更多关注如何改善生活方式,如何合理饮食,营养素摄入均衡,正常作息,规律运动,戒烟戒酒等,而不是一味靠营养补充剂来向身体还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